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有预感 立川这次回瑞士 是有意避开我的 我已经和他over了 坚持了四十多天不跟他联系 嗯 要坚持下去 可是 有时候 手 还是会跑在脑子前面的 约优优独播剧场——Zürich 你好 您可以说英语吗 稍微可以帮我帮你吗 我可以说英语艾勒 王汪汤现在来电话 哦 他在离开 等一会儿 我会给你 等会儿 当开 立川 是我 小丑 立川 你怎么了 你是不是病了 你不要骗我 这里肯定是医院 记性非语 不过已经好多了 对不起 肯定是因为那天淋了雨 对不起 立川 你别胡说 跟夏雨没关系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立川 立川 你要赶紧好起来 好起来了以后 你要赶紧回来 听到没有 你要是不回来的话 我告诉你 我就去苏黎世贴寻院起誓 我会回来的 我给你带巧克力 你 我爱你 李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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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可以说 我再次说 黎世责 李川 来 晓秋 嗨 小秋 那个 谢谢你给我她的号码 我已经跟她联系了 怎么样 聊得好吗 聊得挺好的 那个我想问你 一川是不是病得很严重啊 她好像都不太有力气说话 其实她 能接电话就已经很不错了 严重的时候 她连话都说不出来 这么严重啊 就是 她需要用呼吸机的帮助 因为 她的免疫力特别的低 所以她还要小心自己的身子 她不能受寒 不能感冒 不能发烧 还有更不能传染 呼吸机 那个 就是 呼吸困难的时候 用一个机器来帮助 那立川回瑞时 是不是因为生病呢 其实 我 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是季川发现了 说她在发烧 然后在胡言乱语的 都是因为我 因为那天我让她淋了雨 什么 淋雨 在 在这种时候 因为那天我们吵架了 刚好那天下了很大的雨 小秋 你 你这样不乖啊 你不能这样对待立川的 我知道 都是我不好 让立川受了这么大的罪 她 会好起来的 嗯 我 时间不多了 要先开会了 咱们下次聊好吗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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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 喂 这位大哥 你打电话 可不可以看一下时间 现在是半夜十二点 对不起 是我 晓晓 丽川 下午的电话突然断了 我只是想 回你一个电话 怕你担心 我 那个 我 我在外面 你现在也在外面 我在外面跑步 跑步 三更半夜的 你在外面跑什么步 外面很乱的你知不知道 你赶快回家 立刻回家 王立川 你喘过气来就横了是不是 但是 谢小秋不跟病人一般的见识 听到了没有 听到了 我现在就回家 现在就回家 我到家了 你好点没有啊 好多了 那你现在还要用呼吸机吗 谁告诉你我用呼吸机啊 王立川 你连病的一点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还要骗我 你就不能看在我们两人是这么多年 看在我一直没有骗过你的份上 你跟我说句实话吗 是不是很痛啊 是不是很痛啊 或喜机有不同种类 你不要想得这么丰富 那你现在还有哪里边舒服 没了 不挺舒服 你就告诉我你现在很舒服 这个就是你要跟我说的话吗 这段时间太忙了 根本没有时间休息 所以现在趁这个机会 我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脾气不好 我刚才太凶了 我想我是更年期到了 青春期都还没到 就更年期了 小秋 你没有跟我说对不起 你没有任何对不起我的地方 那你那么久都没有联系我 你今天干吗打电话过来 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现在一切平安 你不用担心我了 那你什么时候出院了 还有一阵子吧 那也就是说你现在还病着啊 小秋 你不要老是绕着这个话题好不好 想点开心的事情呢 可是你病成这样 你让我怎么开心啊 你说话啊 莫方 继续莫方 听到没有 我没有听见 你要是跟我说你已经别累了 然后你让我离开 可以我可能会很难过 但是我会离开 但你现在生病了 我告诉你不管你病成什么样 我都要跟你在一起 你这个傻瓜 你这么死心眼 早知道我四年前就死掉了 反正你要是死掉了 我继续跳楼 我告诉你 完全路上我也不会放过你 我就要跟你在一起 李川 给我五年时间好不好 这五年能让我照顾你 如果五年之后 你还是想让我离开 我就很干脆地走开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可能五年 都没有办法给你 那你别管我 我马上再出去跑步 反正话说一半我也睡不着 别出去 你先躺着吧 转进杯子里 对不起 我给你念一段 A la recherche Dutente Perdue 我不懂法文 就是不懂 你才会睡着啊 好了吗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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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唸 我会想到你 快要吃 我会想到你 那天 那天 我会想到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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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立川的战争 正面战场的全军服务 现在进入入机状态 嗨 又是安妮 请我跟安妮 对不起 他不能接电话 他在接受 我知道 但 连续四周 我再也没有收到立川的任何电话 打给他的电话 都是护士接的 回答也是千篇一律 立川 你究竟得的是什么病 为什么会病这么久 对不起 对不起 瑞内 立川好些了吗 他好多了 别太担心 只是有一些指标有一些反复 所以医生不让他出院呢 哦 那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应该注意些什么 我很害怕他再次生病 其实病人嘛 呃 就是抵抗力低一些 不要让他受伤 不要让他着凉 然后 别去人多的地方 感染细菌就行了 那吃饭呢 吃饭要注意些什么 呃 你一点都不用担心 因为立川呢 他有自己的厨师 会按照营养师的配方 来准备一日三餐的 不过立川有一个打击 就是不能够喝酒 一滴也不行 小秋 哦 先不跟你说了 我先上班了 校官找你 问你中午 能不能去一趟交通 什么事啊 我不知道 要不然你去问问他吧 好 我先忙起来啊 嗯 拜拜 哎 校丘 你找我什么事啊 嗯 这是什么 这是下周末 去苏黎市的来回机票 三天两夜 并管帮你订好了 里面还有苏黎市的地图 还有 帮你预留好 一个礼拜的时间签证 你把护照拿给我 我找熟人帮你办就行了 既然你放不下 为何不干脆去找他呢 打仗是要上前线的 在后方 东一枪西一枪的 怎么行 你以为是打持久战啊 其实我 我一直很想去立川的家乡 我只能看一看 但因为我是个胆小鬼 我没有那个勇气 我害怕看见 我不想接受的真相 小关 停停停 千万不要太煽情啊 我受不了 来 愉途愉快 谢谢你 小秋 你当那边 毕竟是国外 一切都要小心啊 嗯 我知道 哦 如果当那边有什么问题 你一定要第一时间打给我 知道吗 小关 谢谢你啊 给了我这么大的勇气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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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惆怅啊 你除了惆怅就是惆怅 我听静雯说 一个小秋 买了去苏黎市的机票啊 关你什么事 你真傻啊 明明就喜欢他 还把他往外推 其实你这个时候啊 就应该趁虚而入 抢夺地盘 怎么还自己挖自己的墙角啊 得不到他的心 得到人也有什么用啊 这样我后半辈子 也不会幸福 一个人选择违心过痛苦的生活 就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 爱怎么崇高就怎么崇高吧 爱怎么崇高就怎么崇高吧 反正我也管不着 我来 是想给你温馨提醒一下 明天就是我的婚礼 你必须来参加 不去 小关 虽然这些年我们一直打打闹闹 可是 你毕竟跟我还是最亲近的人 我爸妈来不来我都无所谓 但是你必须来参加 我一定要得到你的祝福 不 拜托你是嫁给那个男的 我可不想见证一场悲剧的诞生 小关 真的 如果你不来 我的心里面根本就不踏实 你也知道不踏实啊 你不相信我的道理就算了 你也应该相信你自己内心的生意呢 我真是受够你了 拿着 小关 你是见不得我得到幸福对吧 你真的很过分呢 我 我见不得你的幸福 喂艾玛 我曾经就是你的幸福 是你放弃了 好你放弃就算了 我现在好心劝你你也不听 好 那我们就自求多福 你后悔了不要来找我 我告诉你 无论是做你的现任男友 还是前男友 还是像现在这样 不清不楚 不明不白的后现代男友 我累了 我受够了 没有 我受够了 有 我受给你了 终于来到苏黎诗了 一忠 如果这一次见不到你 您看一眼你生活的城市 我也满疼了 你好 你可以说英语吗 好 怎么可以到酒店 车吗 是的 我可以买一个帽子 但是怎么认识街道的名字 什么 您可以再看它吗 给他帽子看他 好的 谢谢 多重点 哈哈 大王 小 Kollegen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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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秋 以后我用尽努力 好不好 小冠啊 我要告诉你啊 虽然当你现在在创业期 可能会比较艰苦 但是你对我孤独 因为你陪着我 不只我一个 嗯 嗯 不只我一个 嗯 失败 哈哈哈 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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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有事 没事就打电话给我好不好 明天你就要结婚了 一切都要自己拿主意了 你不觉得应该断奶了吗 什么 考虑 我告诉你 不用考虑了 我不会去的 啊等等等 等一下你听我说一句话 我不去参加你的婚礼 句号 我不去参加你的婚礼 小官 以平安到达前线 相聚 好 喂 是我 李川 李川啊 你好 你在哪里啊 我 我还能在哪里啊 我在 办公室啊 你是不是在处理室 怎么可能啊 我真的在办公室啊 你刚下飞机对不对 我是来观光的啦 待两天就走了 小秋 你来树立市不打算来找我吗 我就是听你说 树立市湖的天鹅很好看 我就是来看看树立市湖还有天鹅 然后就回去了 你第一次来树立市 而且我是你唯一认识的树立市人 但是你却没有来找我 我自己玩可以的 谢谢小秋 你一个人在外面很不安全的你知道吗 没有啊 不会不安全啊 我也正在去机场的路上 大概二十分钟就会到了 如果二十分钟以后你还没有找到我的话 赶快给我打电话 听到了吗 谢小秋 听到了 万一 虽然这个发生的可能性很小 但是万一 二十分钟后你还没有见到我 而且你的手机也没电了 你就马上把我的地址 给记诊车的司机 让他带你去我家 我家旁边的花盆里面有一把钥匙 就用这把钥匙直接进去 你知道吗 你身上有笔吗 记下我的地址 地址你早就跟我说过了 那个立川你真的不用来接我了 我刚才说的话你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你现在在出站口对不对 对啊 好 你就站在那边别动 我现在马上过去 我要是没有接到你 而且又没有接到你电话的话 我是会报警的你知道吗 知道了 就站在那边别动 我马上到 我们有多少天没见过 八十多天了吧 每一次的分别都那么长 长到足以淡忘了他的容貌 长到所有的恨都消失 所有的伤都累了 可是转眼间又变成了爱 我们要害怕结局 这个结局值得好 每个结局都因为是新的开始 你别跟我交变 我们俩之间 我们俩之间只有开始 没有结局 如果我们俩之间 没有一个结局的话 那就是我们 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所以我们俩之间 那穿好瘦啊 我真的不知道 他遭了些什么罪 我想念你的胡子了 你怎么知道 我会来着来 收到了消关的短信 收到了消关的短信 这几天都没开机 刚才发现 你怎么知道 你 你还在住院啊 那你为什么跑出来啊 我亲自曾假的 你难得来树立室 总不能让你一个人 来医院找我吧 我愿意在医院陪你啊 而且你的病 如果还没有好的话 你再陪我会很累的 我不累 你一个人坐 十几个小时的飞机 应该你累才对吧 我一点都不累 那你来树立室 怎么没有打电话给我呢 我不想打扰你 我已经订好酒店了 订好酒店 嗯 你进化得蛮糟糊的 我要是不来接你的话 你就打算一个人 在树立室三日的吗 霓川 我有一个小小请求 我只在这里住三天两个月 过天中我回上海 这两天我们可不可以 不要吵架 我二十岁认识得多 我现在大十五岁了 可能是我们在一起的时间 都超过三个月 我真的 看望而恋爱是什么不错而已 所以我们能不能 让时间停下来 让争执停下来 要误会停下来 我们俩一起回到以前甜蜜的日子 好不好 这个要求很奢侈 你都不可能 我都不可能 那我们才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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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可能 你自己会 我自己会 你这个要求 你都不可能 我都不可能 给我吧 好看吗 很美啊 这套珍珠项链 正好配这套 纯白的婚纱 而且珍珠还代表着纯洁 看看这个 我去开门 艾玛 萧光来了 那你们先聊着 我先走了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说你不来的吗 如果你来是要劝我 不要嫁给汤天伟的话 那你就不要再说了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 如果你来不是 为我祝福的话 那请你不要诅咒我 我希望你幸福 我之所以劝你 就是担心你得不到幸福 只要我嫁的人不是你 我就得不到幸福吗 你没有必要一定要嫁给我 但 毕竟我爱过你一场 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 我认为你就是我的一部分 现在这一部分分离出去了 心里还是会隐隐约约感觉到痛了 但我还是希望 你能够找到好归宿 能够找到一个 真的关心你 爱你 为你全心全意付出的男人 这是我送你的新婚礼物 怎么 还记得它吗 这是动物园的门票 你还收着 这是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 我还记得那天 你穿着一件粉红色的裙子 我们一支比赛 开始单词亮大 看见一种小动物 我说英文 你就说法文和德文 你还记得吗 你输了 当时我就想 我用一种语言 拼你两种语言 我肯定是赢定的 没想到还是输给你 你真的太有才了 我觉得很惭愧 艾玛 你从小到大 一直梦想要成为公主 也许明天 你就会找到一个属于你的白马王子 但我还是要劝你 依赖男人的感情 跟依赖男人的金钱 是一样很危险的 因为这样 他就可以把你玩弄于股掌之中 所以希望你以后 看到这两张门票的时候 可以提醒你 你除了当公主之外 还擅长一些别的事情 小官 还是那句话 不管你以后遇到什么样的麻烦 任何时候 都可以来找我 再见 小官 小官 你长大就可以了 你年纪也不小了 感情的事还是认真对岸 你爸爸也不管你 那个满身世上往哪里躲 他是我为本家 我告诉你尽量少碰他 你快点 点开啊 给我解释自己去解释 用什么事情就放在心里 但是你不觉得说出来 比较痛快吗 你不敢喊我帮你喊啊 小方方 你快看哪 小官来看你了 来来来来 我记得啊 我高中的时候 我超喜欢吃这个 但是我妈说很不健康 我就偷偷地吃 我一天吃两个 晚餐都不肯吃了 来 吃两个啊 王立川 怪不得你长这么高 所以你应该多吃一点 怎么样好吃吗 超好吃的 味道很好 好了好了 别再吃了 晚上有大餐要吃呢 晚上去哪里吃啊 我哥帮我介绍了一家餐厅 听说 这家餐厅要提前十天才能吃得到 那晚上能不能吃得到啊 看在我哥帮他设计过餐厅的份上 老板一定会让我们插队的 那我一会儿干嘛 回家放行李吧 回家 对啊 我市立室也有家 我 我已经订了宾馆了吧 不行 我同样的宾馆 那我再吃一个 好 最后一 那一块 这块 这块多大 太干了 然后换一块我们再走走 好 吃这个 慢慢吃 慢慢吃 拿这个 放这个在背后 那你完成了 你能够洗几天 是 谢谢 好的 这是你设计的吗 室内是我奶奶设计的 结构和外观是我爷爷设计的 那你哥哥设计什么 我哥设计了这里的厨房 还有所有的洗手间 前后台的花园 是我堂兄设计的 你有很多堂兄吗 我有一个伯父 两个舅舅 一个姑妈 家里面有很多亲戚 我姑妈那边有很多叔叔 还有很多表妹表弟 所以我的个性是不是很有亲和力啊 可以参观一下吗 可以啊 当做你自己家 这是你的房间 嗯 嗯 坐 坐 把这个戴上 这个呀 是护身符 我知道你生病了 你不想告诉我 是因为怕我担心对不对 你以为你不说我就不担心了吗 我宁愿知道真相 也不想天天做噩梦 李川 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好不好 嗯 嗯 小秋 你回去之后 一定要好好地生活 不要再来说一声 嗯 然后你就可以把自己藏起来了 是不是 那我要是说 我也快撑不住了 你会不会发发慈悲啊 说话呀 嗯 嗯 我要说的 都已经说了 可是你什么都没说 嗯 小秋 我们不是说好不要再吵架了吗 你一定要我说出很伤害你的话吗 我们两个 就像一场没有输赢的战争 你一定要赢吗 我们何必这样一直较量 谁的意志力比较坚强 我们这样反反复复 来来回回的争吵 很有意思吗 小秋啊 你一向都是一个很爽快的女孩 你为什么就不能向前走呢 你为什么一定要死死的纠缠 如果你放开了 大家不都好过了吗 这样不是很好吗 你要去哪里 现在是你拉着我吧 到底是谁在纠缠谁啊 你哪里都不能去 对 小秋 再给我两天的时间 我就送你去鸡场 你这里地方都不熟 又没有朋友 而且你一生气老是这样乱跑 我恐怕是追不上你 其实如果你要坚持让我走的话 我肯定会走 我肯定会走 因为我不想让你为难 只是在我走之前我很想知道 没有我你是不是真的可以过得很好 只要你说是 我马上就走 你说呀 你说话呀 我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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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对不起 你答应 我答应 不 当然不 如果你死了 我也要和你死在一起 还是你死的 你就哭了 我来急 我放了 你快来 我把你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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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去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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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一直在双动 我还能怎样 缩上满了你的 小丑你要做什么 小丑你要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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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按摩好不好 按摩 少来啊 你根本就是假按摩 你就是跟色狼 对啊 我一直都跟色狼 怎么样 有习惯吗 小丑 停 小丑 我已经告诉你了 有个人家不停的话 我就 总一 我就不许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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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许你打电话给你了 我偏要打电话 那我不见你了 不见我就非得了我不是 那 我偏要打电话 不许你了 可怜的女孩啊 年纪轻轻的 只有牌头法 别动 我帮你拔掉它 哎 不要 没听说过啊 拔一根要长十根的 万一你把我拔成兔子了 你就可以明正言顺的 不要我了 我怎么可能因为你兔子了 不要你 那你为什么还总是要让我入光啊 怎么又说这个了 怎么了 周通这么久还不困啊 今天还这么好 啊 不困啊 可是 人内说你经常会觉得很疲劳 动不动就自己去做白日梦 现实生活这么美好 我根本要做白日梦啊 你又过年了 啊 还有哪里啊 别碰 这里有一道白 你做手术了 肺炎啊 所以住在医院里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都是我不好 不是你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晚安 早点睡吧 明年起个大早 我带你出去玩 嗯 嗯 哎 小关 艾玛 你不是今天结婚吗 我跑了 什么 我不管怎么样 都讲不出我愿意 这三个词 你说得对啊 我真的不应该嫁给他 他根本一点都不在乎我 这 所以你就跑来找我 你不是说 不管在什么时候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会帮我吗 哎 你不知道那个汤定维 他的社会背景很复杂的 那天有人欠他债 他找人剁掉人家手指啊 不可能吧 汤定维啊 好歹也是有社会地位的人 他应该不会做出 这样的事情了 站住 艾玛 走 快走 站住 站住 走 站住 好 那高瞎 826 2 2 2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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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累了没有啊 我不累 那你休息一下 我去喂天鹅 可以啊 他们在等你呢 喂 季川 我接到他了 我 我今天不会回医院 我等一下要陪他到处走走 我当然有钱 但是 Dr. Herman不在 你不用担心 废人一直跟着我 你烦不烦的 我现在不要护士 少输一天点滴 也不会死人的 好 我知道了 我会小心的 好了 拜拜 我再喂他最后一个 拜拜 他们真能吃 漂亮吗 漂亮 还嘟嘟嘟的 你怎么不接啊 没什么阵容的事 万一你哥哥他们找你有事呢 喂 爷爷 有一个 我在湖边 到后面打电话给你 我当然有钱了 不然我怎么会出来呢 你们不要紧张 我没事的 嗯 是这样的 我一个朋友从上海过来 他要待两天 我也要陪他一下 嗯 您不认识的 你不用担心 我没事 哎 你不用紧张了 哎 你不用紧张了 你还要我做什么 冷了冷了 我现在不能回医院 冷了冷了 你放心 我真的没事 你不用着急 好好好 我现在有点忙 我先挂了 好 拜拜 我现在有点忙 我先挂了 你给我保安吗 你爷爷是不是很生气啊 老人家嘛 他总是过度担心 他一直都是这样子 那我现在陪你回去 休息一下吧 不用了 哎 是我困了啦 是我没有睡好 你先陪我回去休息一下吧 这附近 有一家很有名的咖啡馆 而且那里的咖啡馆 非常好喝 你只要喝两杯 你就会有精神了 我是真的困了 喝完咖啡呢 我就带你去逛街 雨生一天到逛街 你就会有精神了吧 走 我真的困了 走吧 那边的衣服我超好看的 我帮你买几件 我不要 这些啊 旅游小册子上说 班赫夫大调是购物天堂 现在东方热卖 我得买几件衣服 运气好的话呢 还可以放上打折 我以本地人的身份告诉你 谢小乔同学 这里的服装店很多啊 不仅一家 而且 而且我知道前面有一家服装店 那里的衣服都很精致 你一定不能出货 这么熟啊 是不是经常陪女生来啊 快坐是不是 是我哥介绍的 那里也卖男装的 我们去看一下吧 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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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秋 我问你啊 为什么你每次买衣服 我都在买 因为是你付钱吗 那我问你 为什么在上海 起码起来吃爱 你却要拿家买家庭 因为我喜欢 不行啊 那你在这边坐一下 我是因为拍几张照片好不好 这人接着回来 这人接着回来 行 好 好 好 因为我感慕了 你放下来 我把你倒下来 我可以把你放下来 进来 我把你放下来 霓春 拍完了吗 走吧 前面还有好几家精品店 都没有逛了 不要不要 我不要逛了 你是不是累了 我不累啊 我要买的都已经买过了 我不要逛了 那怎么行 你都没有认真逛了 走吧 不用不用 我真的有点累了 我也想坐下来歇一下 我问你哦 你记得 在温州的时候 咱们俩吵过多少次假吗 无数次 N百次 你问这个干嘛 因为我就希望 跟你一直吵架 永远和好的感觉 很像熟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声 一辈子 没什么同感觉 你把曲子去 等一辈子 五千万 你一辈子 如果不是 如此 一辈子 您好 你就是谢小秋 这位就是立川的爷爷 爷爷 别叫我爷爷 谁是你爷爷呀 玩得很开心吧 立川呢 立川在楼上 他睡着了 你上去吧 你知不知道 他不听医嘱 从医院里跑出来了 你知不知道 他的呼吸机 刚拿下来没几天 他现在是要准时吃药 打针 输液 你知不知道 他现在拿什么给你玩啊 鸣 你别生气了 他先下气吧 对不起 李川真的有这么严重啊 难道你看不出来啊 他现在根本就 没有这个精力 没有这个体力 来招待你 前几天 他在自己的病床上 连做起来都很困难 连做起来都很困难 真的对不起 以立川现在的状况 根本就不能离开苏黎市 可是为了见你 他把工作 当做儿戏 他竟然把青年一期的图纸给泄密了 他冒着丢饭王 丢执照的风险 硬逼着我 把他调往中国去救急 他在那一天工作二十二个小时 是 你想弄死他 为了你一个人的快乐 为了你一个人的浪 你千里迢迢地跑到这儿来 让一个病人从病床上 爬起来撕 我知道 你在他心中是个女王 所以 你就可以以为可以随心所欲地使唤他 对吧 Janet 给他钱 让他坐今天晚上的飞机回山海 我已经买了明天的机票了 不行 现在就走 收拾行李 好 爷爷 我能不能看一眼立川在座 你想叫醒他 让他把你碗留下来 是吗 小秋 爷爷 我跟医院已经签了免责生命 如果你没有经过我同意 擅自找护士给我打车 我是会找律师告他的 你告什么告呀 你醒了正好 你现在就跟我去医院 你的主治医生都等齐了 你知道他有多恼火吗 爷爷 我今天有客人 你连一天的时间都不肯给我吗 不行 你今天必须输液 至于你的朋友 他想怎么玩 就要给我安排吧 我会让他满意的 我们今天要出去 他还没吃饭呢 立川我不饿 立川哪 就不能等你好了以后 再找他玩吗 他想吃什么 西餐 中餐 不行我在家里 给他找个大厨给他做 还不行吗 爷 请你给我一天的时间 我明天就回医院 不行 你现在就给我回医院 小秋给我走 立川 站住 爷爷 我今天非带他出去不可 你别拦我 立川 立川 我们不要去了 我们以后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去 等你病好了 我们再约会也不迟啊 你要是今天出了这个门 你就不是我的孙子 我也不是你爷爷 你不觉得很配吗 回来 你是天哪 干吗又花那么多钱吗 你看一下 你不觉得很配吗 嗯 配啊 配 配 走吧 我爷爷的暴脾气 没气找你吧 没有 其实我觉得爷爷说得也对 你 今天晚上 别再提这个了 你不是说 想要回到美好的时光吗 我们就让今天晚上 的主题集中在美好的时光 好不好 嗯 都听你的 嘿 笑一下 开心一点吗 嗯 好像 我们从来没有一起过生日 嗯 我们俩的生日还是同一天呢 嗯 你要什么 我寄给你 我要 巧克力饼干 那就是 嗯 还有 那一天我不想哭 所以你要打电话给我 嗯 好好的哭是吗 因为我外婆说 如果过生日的时候哭呢 特别的不激励 然后就会一辈子都哭 嗯 奇怪 我奶奶也是这么说的 难道我奶奶 跟你外婆也是亲近 有可能吧